农历过年即将到来 家中都会有许多红包带 有的甚至年份过期不符合使用 五股新增社区特别邀请老师教导长者 利用红包带制作造型灯笼小吊式 长者们完成之后都感到相当开心 而且很有成就感 农历过年即将到来 家中都会有许多红包带 有的甚至年份过期不符合使用 这些红包带不用急着丢掉 五股新增社区特别邀请老师教导长者 运用一些DIY小技巧 就能变身可爱的造型灯笼小吊式 今年的春节比较早到来 那么新增社区就特别 我们来配合这样子的一个气氛 我们一起请我们的社区的老师 来教我们手作的春节的一些饰品 包括一些吊饰 还有一些花材的部分 那么这些都是利用我们的一些纸 就是红包纸来做的 长者们专心依照老师的教导 利用手中没用的红包带 经过折钉的手法 完全一盏盏可爱的灯笼 都感到相当开心 而且很有成就感 用红包带 我们要求折钉 不要忍耐 配复利用 我们拿来做 做高校长 晚宵偷偷来赢 让大家大大小小 让大家欢喜 那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到 哇原来这个小兵也可以立大功 每个人都很开心 那么在此也祝福大家新的一年 能够这个新年新希望 心想事成 大家健康平安 新增社区执行长杨慧婷表示 长者们DIY做成的灯笼 在元宵的时候 可以与孙子一同提着 富含长辈祝福的灯笼 欢迎快乐 请元宵 记者回轩五谷采访报道